社交媒体日前流传一段视频 内容声称行动党全国主席林冠英 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 盗取朝圣基金款项 行动党兵州组织秘书方美来 今早就到警职报案 谴责这段视频不但严重扭曲事实 还碰触三招课题引起社会不安 助警方立刻介入调查 他指控在林冠英在当时 担任财政部长的时候 动用财政部长的身份 去盗取Double Harge的这个里面的基金的钱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毁谤 以及指控来煽动一些穆斯林有族的情绪 所以希望警方在接到我的这个投报之后 可以即刻地采取行动 也是行动党找一区原任州议员的方美来 到宾州危难警署报案之后 在党员陪同下召开记者会表示 两天前他是在社媒看到有关视频 在长达三分钟的视频里 只见一名马来男子不但诽谤林万英 还发表各种不实言论 碰触种族 宗教和王室课题 方美来认为这个举动 是要破坏团结政府和行动党的名誉 以在来临的六周选举中 为在野党捞取马来选票 都三分钟的对面 来自我 四周选票 又第二位 由我和他们的声称 打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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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